第一精彩 开工平安 电机有够 画面上是基隆市长谢国良 议长佟子伟 副议长杨秀玉及议员曾宜芳等贵宾 受邀参加魏在明德三路成功片场的动土典礼 各界都祝福工程能早日顺利完成 对于这个造价超过两亿的片场工程 基隆各界都相当期待这样的一个影视产业 能够进一步带动基隆在地的就业机会 那我刚刚跟张董事长有谈过 也希望在一段时间内就能够建造完成启用 因为他们其实只有盖两三层 所以速度会比一般的建筑来得比较快 那我有跟他提到基隆有很多外景 其实本来就有在剧组选择在基隆拍摄 那我希望棚内跟外景本身可以策略结合 在基隆拍外景的也到成功来拍棚内 那以后也鼓励未来要在成功拍棚内的 尽量在基隆拍外景 所以这方面我们希望跟我们的官销处 跟我们的新闻科能够有多一分的配合 那也最重要的就是也要谢谢成功片厂进驻来基隆以后 能够带给基隆更多的就业机会 刚刚也特别拜托了董事长 希望八九成的员工都能够在地聘用 在地就业 所以这一点我们要继续来努力 来跟这个片厂来请益 那希望增加基隆在地的就业机会 其实成功片厂在台湾的历史已经大概40多年 那在这个整个产业链已经培养出 无数的这个广告相关的一些相关的产业连结 那我想今天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 在我们七度来有这个做一个片厂的投资 那用的又是我们在地基隆人的这个员工 那其实相关的隐聚产业 这几年在我们基隆相当的蓬勃发展 尤其大家知道我拍过那个国际桥牌社 其实当初在2019年左右的时候 国际桥牌社来基隆拍片 那那时候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没有单一的窗口 我也特别在议员的任内争取了官销处的单一窗口 让后来我们所有的片商或是片厂或是剧组 来基隆都是可以很方便的来接洽联系 那非常高兴今天成功制片厂看到我们的基隆的好 那希望我们未来的产业连结可以越来越深厚 让我们基隆人可以在地的就业 最重要是我们也希望我跟正义方议员 可以来牵线我们的中小学等等 也许有机会进来校外教学户外参观 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 张董你今天真的是非常的有眼光 也算来这七兜夫 这里现在是基隆市的宝地 对 基隆市的宝地不是七堵宝 就是基隆市的宝地 因为我们都知道地方的发展 就是地方的发展是四通八达 那最近这个在炒这个所谓的 基隆捷影炒了八年了 也应该是一二十年有了 那基隆捷影未来如果这真的沉险的话 一定势必会经过这个地方 所以这个地方未来它是一个整个通盘检讨 整个通盘的一个规划 我觉得这个场域非常重要 那也希望说我们市政府 还包括我们中央 一定要重视七堵的北五堵这个区块 当初我在新庄的时候 有非常多的场景也是取景取在基隆市 还有基隆市有以前有老旧的造船厂 对 造船厂一些拍MV的那个片子 都是希望在大 还有那个那种气氛 所以外景的部分来 确实是很多在基隆取景 所以当初这一次来讲 我们本来是在新庄 现在是搬到这边过来 所以我们就过来 我们要赶快另外再赶快做个 我们都那个社会 要赶快开起来 不能我们之前都是在 我们从之前做了四十几年 都是电视广告 之前都是电视广告为主 就是在这两年 有在慢慢扩充我们的业务 就是有在做那个MV啦 电影啦 包括搭布景部分啦 还有灯光器材辅助器材 这一边的涉变 全部都有在增进 片场方面表示 基隆临近大台北 有着地利之变 所以他们才会在这边 进行大规模的投资 也希望片场能够尽快完工 让基隆增加更多的影视就业机会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在这边的电影里的